6月8日,中国政府援助孟加拉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从海口承包机出发,赴孟加拉国帮助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。 据悉,此次专家组由海南省人民医院、海南省疾控中心、海南省中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、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选派包括公共卫生、院感、传染病、医学检验、中医、重症医学。 危重症护理、呼吸与急诊等领域的专家为专家组成员。团队成员都具备专业医疗背景和抗疫一线临床经验,代表了海南省医疗的最高水平。 就是到每个医院看了以后,根据它实际情况给它提供一些合理的建议,然后同时呢,帮它提升一下它的实验室的检测能力。 此次专家组赴孟加拉国的主要任务包括,与当地医疗机构和专家开展经验分享与交流,介绍中国抗疫经验,结合外方防疫措施和诊疗流程, 对外方病例筛查、传染病防控、病例管理、临床诊疗、社区健康管理和实验室工作等提供指导与咨询。 主要是指导他们救治轻重重的患者,同时呢,我还担任院前的转运的指导工作,因为院前大家都知道是第一关口,也是对这个传染源切断的重要的一个部分。 所以我会指导他们消毒和这个如何转运疑似病人,确诊病人和无症状病人。 据介绍,专家组针对孟加拉国疫情情况做了充足的准备,进行了四次演练, 到孟加拉国后会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,提供有效的防疫防控经验,提升当地救治病人能力。 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这次任务,我们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,准备我们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材料, 我们进行模拟演练,针对疫情的发展,当地的情况,我们了解的情况,不断地调整我们的准备的一些方案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